想問停電現在亂上四起 不只松山機場停電 連部桃國際電競比賽都跳電 然後比賽到一半的畫面消失不見 那全球都看到台灣大停電 部長卻還說沒有缺電嗎 全球你問全球 因為台灣現在由於NVIDIA 這個黃潤星來這裡之後 台灣先起了一股AI熱 全世界今年的Computex 也是非常的熱 全世界相關人士都跑來台灣 但是大家都提出一個公開的質疑擔心 台灣缺電了 台灣會缺電 台灣沒有電 因為機載沒有機載 全世界的國家除了飛河 像德國之外 少數幾個國家 現在都是在增加核電廠 那就機載 連同志現在都說 這機載要百分之三十 核電要百分之三十 就沒有電啊 郭志輝剛開始也說要核二核三嚴厲啊 後來為了當官出賣自己的靈魂 出賣自己的良知 到現在都是硬著嘴巴說不會缺電不會停電 為什麼幾乎每天都停電 現在停到前幾天台中停電 這個松山機場停電 現在又是布立 布立醫院 這個桃園醫院也停電 不管時間多久 他就是停電啊 那你這個是 再怎麼樣 都是你說不缺電 那怎麼停電呢 現在還不是用電高風 這兩天下午都下大雨 這個天氣還稍微兩塊一點 但是馬上都是下 如果沒有下雨的 38度39度沒有吹冷氣 不會蓋力啦 馬上就用到用電的高風 那怎麼辦 全世界都擔心台灣缺電 不然怎麼看 你講完台灣不缺電 兩小時後的那一顆就停電 那個跟缺電沒有關係吧 所以這算是華人勳 對 跟什麼有關係 你要不要幫我們解釋一下 不是啊 那個他是跳電 是 不是缺電 是 那我在看 那個因為那個是在地下的 對 所以可能是妥善率沒有做好 是 妥善率沒有做好 那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發現 很多像這種跳電 就是說他有一個趨勢嘛 就是說可能人比較多的地方啊 或者是突然間增加很多人的地方啊 或者那個設備比較舊 那他這個是 看起來啦 應該是我剛才在講的這些 比較風險比較高的地區 那在 他們還沒有去維修 那這樣科學園區未來還是有跳電的功能嗎 即使不缺電 他們還是可能這樣跳動 如果是我在講的那幾個 不過我們科學園區沒有啦 那個是科技園區 科技園區的 那科學園區因為他們的電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科學園區是不可以跳的 那內科未來還有可能像這樣子在跳電嗎 我們現在已經趕快馬上去同樣的地區 開始去檢查 然後趕快去做這個維修 所以我想 在趕快在這一兩天裡面趕快把它做起來 那你們有認為這算是黃仁勳過去的擔憂嗎 不會 我們會盡量趕快來把這些問題所在的地方找出來 趕快來做這樣 所以大家給我們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 這個過去不曾有的 但是因為時間久了都會有這個風險 我們知道了 我們就趕快來把這個地方補強這樣 我想請教一下 好像現在你已經港內認為這個行政部門跟黨的溝通好像有點問題 甚至是穿這邊是不是有外星人類 我想沒有這個現象 這個外面的人的解讀 那溝通上都還好嗎 溝通上還好 我們也很少碰面 OK 這一點的話 可能是我在講話太快了 不是說每一個房裝冷氣不好 我是在講說要節能 因為我們這個用電 雖然是讓大家用的這個很舒服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這個沒有人的房間 那個冷氣要關掉 因為這個節能對我們有幫助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 希望大家用的冷氣可以改成高效能的這個冷氣 我們大概經濟部在過去的日子裡面 大概補助了170萬台的這個節能冷氣 我想這個對我們這個整體的這個店 有非常好的這樣一個節能的效果 所以在這邊也順便呼籲一下 經濟部繼續在推動這些節能的 這個請大家換節能的冷氣 或者節能的冰箱 這些都是用電用很多啦 那但是其實我們希望大家在能源的這個效益 上面要能夠這個提高 那這樣我想幫助大家都能夠節能 那節能也能夠省電 省電的話你的電費就會比較降低了 第一個我覺得呢最負責任的態度是 我們今天整個中央政府 應該要列一張表說明你家冷氣有幾台 包含我們賴清澤總統家裡冷氣有幾台 我們行政院卓榮泰的院長家裡冷氣有幾台 我們郭志輝部長的家裡冷氣有幾台 就我的意思是說你要先問別人說不要裝這麼多台冷氣之前 你要不要先看看家裡自己冷氣的數量 再來 電費還不夠高嗎 我現在知道很多租房子的租客 他們的房東跟他們要求 一度電已經到了6.5到7塊錢 請問房租還不夠高嗎 在我們薪資水平其實沒有往上漲 只用一個平均數字來欺騙各位的時候 那些服務業的那些窮學生 他們在外面租房子的時候 遇到的電已經不是以前的每度5塊 是每度6.5塊到7.5塊 請問房價還不夠高嗎 所以我想我很認同一開始的郭志輝部長 他說他們要提一個完整的計畫 讓台電不需要再由政府來補貼 他說只要能夠通過研議 科學的方式 核二跟核三可以再沿用20到30年 去彌補這個缺電的缺口 讓企業讓產業不會缺電 讓民生用電不會再繼續漲價 這是一開始上任的時候郭志輝的說法 我非常尊敬他 在這個民進黨執政的環境裡面 竟然有人敢說真話 可是就在一頓餐序之後 我常常講嘛 我來立法院才發現民進黨一大堆 立委都是半壽人 我想郭志輝部長也遭受到這樣子的對待 所以隔天就改口了 一句話都不敢說了 當我在質詢卓榮泰部長的時候 他又跟我講我們是非核家園了 我們要用綠電來補足了 可是當時一月太陽下山 但又還很熱的時候 請問到時候還會不會再缺電 我們4月初的時候台北 希望部長的存在就是要捍衛自己的專業 我們好不容易從業界請來的一位部長 他說真話 那我們是不是整個行政院要聽聽他的想法 讓他好好做他的工作 而不是讓他變成民進黨的形狀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關鍵的